大家好,我是A仔 繁体中文版的赛马良已经开了一个月左右 暂时到目前为止,游戏推出的转弹次序都跟日文原版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差不多是时候就来到第一个换装弹池 也是北部园区支援卡的实装日子 所以这次就来个集谈,讲一下这个话题 这个北部园区,小北到底应不应该抽呢? 呃,我这样说法可能真的有点奇怪 我亦都相信没什么人会说,小北很差的,你不要去抽 我想应该是没人会这样说过的 但是有趣的是一些地方,就会论战到底应不应该是敦这个小北 即是你有石现在去抽,还是到小北出来你才去抽呢? 所以这次就想讲一下这个话题 北部园区,小北,支援卡到底有多厉害?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 小北的确是由URA到青春杯年代,最厉害的一张速度卡之一 纯粹如果计训练数字的话,其实小北不是最高的那张 但是因为它有超高100的得意率,即是擅长率 还有高的初期程移植,泛用的技能,好用的金技,基本就没有什么缺点可言 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赛加成就只有5% 在未来以比赛为主的颠峰赛育成模式,是会稍为撑一些 但是要讲到退环境了 以我的经验来说,小北是完全不会退环境的 只不过就会由首选的速度卡就变成次选,变成副卡 在这个颠峰赛,除非你在练习根治流,你只放了一张的速度卡 如果不是的话,一般来说都会用到两张,甚至是三张的速度卡 特别是你去练武速度加成的角色的时候,两张都可能不够 你第一张会用的速度卡,应该会是成田路来的 第二张就会是小北 最少对我来说,我是会这样做的 会放到第三张的速度卡,才会用这个代兼福来 因为小北加这个成田路,稳定过这个代兼福来加成田路太多了 而且没有脚距距离限制和弯道的提速金技能,这个弧线的教授 也只有你带小北才能学得到 新手听不明白什么是颠峰赛,什么是成田路,不重要 重点的就是小北,由这个繁中版的今天到这个日版最少一年半之后的时间 也是最劲的速度卡之一 不会有就是说未来一年就退环境了,不用用了 这些东西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所以才会有人叫你去草石去抽小北 第二个问题 就是小北要三突,即是你要抽到四张卡,才会解锁这个擅长率的加成 三突之前只有固有,只有20擅长率 你以两突的小北,擅长率20,再加上半桶水的训练效果加成 是绝对给你用一张满突的SRO卡,冬双变革,甚至是荣尽闪耀是差的 所以坊间才会出现一些说法 就是说,既然你都肯定抽不满小北的了 又或者是你连三突都根本做不到的 那为什么要蹲小北呢? 那你借小北回来就可以了 直接去抽其他卡或一个角色,那不是更好吗? 我会这么说的 其实在我玩日版的时候 小北的池 我是傻了去抽这个马池 这个角色池 然后当年我小北就只有一突 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去用 所以我是要一直去借小北 借到半周年 直到官方新增了这个 这个范用突破道具,即是彩晶石,才突满小北的 当然啦,我中间是有一直火金去抽卡 所以另外那两张小北,我是抽其他卡的时候 抽到出来的 所以你说我好彩,我也要承认 我的确是好彩的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你由头到尾,你都没有去抽这张卡 你没有第一张,又何路会有第二张和第三张呢? 我没理由到日后才去想 我要去抽其他卡的时候我抽一张小北回来的嘛,你不会这样做的嘛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去这个草石去抽小北 其实无非都是给自己有个机会,以更高的机率去抽回来 同时你可能说抽个天井,你可以直接换回一张回来 不是叫你去蹲个井,拿个200抽就抽满这个小北 这件事是很不实际的 而是叫你去草更加多的石 可以给你用更加少的课金额去抽到三突又或者是满突的小北回来的 两井400抽,可以说是你抽满小北的最低限度 你不幸运的话,你要600抽三井也都不出奇 但是一般的期待值来说,你400抽 都应该会有两突,甚至幸运有三突 你未来只要在你抽其他支援卡的时候,你不小心抽到一张,又或者你再用多个饭用彩晶石 那你就有满突的小北 你青春杯的时候,你就有速度的主力卡可以用 你就可以安心借其他,例如说美妙之勢,小海湾来用 而且你在抽小北的同时 你200多,400抽 肯定会抽到一大堆的SRO卡 就算你抽完了,我小北抽不满了,也肯定会有SRO卡 拿来做基础战力 所以你在小北的池才大抽突抽,真的没有什么损失 我亦都不介意跟大家说 我是做了小北的难民半年 我亦都做了美妙之勢的难民一年 没错,我的美妙之勢最后一突 是用一周年的时候 草回来的彩晶石是突回来的 我亦都挺正常的,因为游戏初期 我都未知道哪张卡厉害,哪张卡不厉害 而且根本没有美妙之勢 我完全不知道原来小北是会出的 根本没有这样的回事 但是我用着这堆SRO卡 都可以打赢杯赛 拿个PVP的冠军 所以就不存在 一样东西就是我没有满特小北 我就不用玩了 我可以棄坑了 这样的说法 是一定没有这些东西的 不过你有抽到这个小北 确确实实可以让你养得更加轻松 使这个浴城使得比较轻松 今天的繁中版 有很多入伏的玩家 其实是提供着一些未来事 让大家先对这个弹池的角色 又或者支援卡有个大弱的理解 去衡量应不应该抽 又或者直接说大家不要浪费这个冤枉钱 其实都是避免大家走太多冤枉路 又或者是课金课得其所 CP值高一点 再说多一点 可能会有人会觉得 我用SRO卡都能跑得赢PVP杯赛 都是因为在日版大家初期就什么都不懂 连加速技是什么都不懂 明显繁中版是会不一样的情况 对的 因为现在多了很多入伏的大佬 不断灌输一些基础的知识 教大家跟着他玩 但是支援卡其实抽得满 都是人口比例而已 无货和微货的玩家一定是占绝大多数的 而且老实说 我到青春杯 我都还在使用SRO卡 因为我当时的SSRO卡其实都还没齐 那青春杯 都没什么理由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是我都照样练满1200速 都叫做打得赢下杯赛 而且在星座杯冠军会议杯赛 你会输给的对手 有一半 甚至是八成多以上 我都可以说 都只会是跟你实力差不多 甚至是比你的对手差 真正会认得上 念得比你厉害 明显就是用实力去压赢你 令你输得心服口服的人 其实就真的不多 如果不是的话 都肯定不会有入版PVP 初期一大堆就大叫 我到底 我到底在输什么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在输什么 我没什么理由会输给一些 根本完全 那么差的 我没可能会输给他 不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但实际就很为多这些人 其实我都可以预言一样东西 在中文版的第一次PVP大赛 肯定会有人在决赛输得不明不白 输给一些没有小败 没有微光飞区 没有美妙之势 拿着一堆SR卡 甚至是R卡的人 一定会有人在这里叫 所以我会认为有未来是这一样东西 就只会影响一部分 肯定不是全部的 刚才所说的不知道输什么 即是所谓输运气的情况 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一样东西 是这款游戏 赛马良的问题 我不应该叫他做问题 是应该叫做正常的操作 有关PVP的心态 还有这个预防针 我会叫做 这个会在未来 我会特别去做多一条片 去介绍一下 因为老实说 打PVP 心态就真的很重要 不然 是会很容易输得 别人是会想起限的 不过 对于没有课金 或者是没有课金的玩家来说 我会想特别说一句 就是 不应该 太过注重强度 因为都很正常 你无课金的 如果可以随便就打赢课掌 即是课金没意义 这款游戏又怎会有人愿意去扔钱 所以不合理 当然 无课金的玩家 是绝对可以玩这款游戏 可以享受到这款游戏的乐趣 是可以合理地去跑这个杯赛 去拿奖励 去看故事 去看马仪跳 去享受这款游戏 只不过你享受这款游戏的乐趣 不只在VP上大杀四方 但是 我也会鼓励你去抽小笔 因为你都提过了 你今天抽不满 到一天后你才抽满 也或是你拿石凍满 也能一直用下去 而且再说多次 你去抽小笔 你一定可以抽出相当数量的SRO卡 去做你基本战力 但如果我把所有石都拿掉了,我根本沒有石,那怎麼辦呢? 那就沒辦法了,你可能要等下一批有用的支援卡再抽,又或者繼續輕鬆玩這遊戲吧 因為老實說,蔡瑪梁也是一款女生遊戲,是一款賣角色的遊戲 每個人都應該有各自享受這遊戲的方法,是你正在玩的遊戲,不可能由遊戲玩你 所以用你覺得最合適的方法去玩蔡瑪梁是一定最好的 好了,今天的集團就說到這裡了,最後也一樣,希望以上的資訊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發現我有說錯,又或者有任何意見,想討論的,也歡迎在下方的討論區留言 如果覺得有用,記得分享出去,點贊,訂閱這個頻道,和按這個鈴鐺 又或者是Superfans,我會非常感謝大家 我是A仔,我們下次再見